OK 從1開始 這裡讓我覺得最恐怖的是 欸 房門是開的耶 1001的房門是開的 OK大家好我是王狗 沒錯我現在在這個地方呢 是台中的某一個傳說中鬧鬼的商旅 這個商旅呢是我在網站上面看到 台灣恐怖的猛鬼飯店之一 畢竟那時候我看到這個飯店的名字 我是第一次看到 有這間嗎 就開始Google他的一些事情 結果我發現真的有網友 驅逐在這邊發生了一些事情 而且還不止一個 甚至是他還有把房號講出來 叫陸駐請敲門的節目 專程來台灣開了這一間飯店 然後他們呢就發生了非常劇烈的靈動現象 嗯 哇 哇 很多人在這寫頭來騙了 我自己撿那個拆頭 不好意思啊 我看一下 應該不會再開閣 像他旁邊這個電視機啊 就自己亮嘛 電話自己突然響起來 不過至少我目前在這裡 都沒有什麼奇怪的感覺 然後我剛剛在下面check in的時候呢 冰箱自己想的聲音 嚇我一跳 然後在下面check in的時候呢 也都非常的正常 你們有111號房可以選嗎 沒有 不能自己選號 有意思 對 好 他好像不讓我做選擇了 我就隨機入住到了這個1116號房 可以看到他這個鑰匙是救世的手吧鎖 實在是非常的傳統 那這個飯店呢 究竟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靈異故事呢 再來把網友的經歷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距離台中火車站步行僅3分鐘的商旅PTT 0100的常客 相傳有個罪漢在此自殺 之後常有住客表示自己感到被壓床 甚至聞到不好聞的氣味 也曾有國外的youtuber挑戰入住 覺得十分的不適 更奇怪的是 這間旅館有相當多層 卻只開放其中幾層 讓人非常懷疑其中的原因 講到這邊我頭皮就雞皮疙瘩起來了 欸我真的全身雞皮疙瘩欸 或許我等一下可以去看看 就在前幾天 就是8月20號 因為工作到台中去 我們是一群女生下去做活動 飯店也是同事找的 但當下我下了計程車 看到商旅 我心裡的OS 有點怪怪的 不過也沒有想太多 拿了鑰匙後就準備上 我還記得房門是21X 我以為是2樓 沒想到我同事他們說 只有11樓和12樓 當下的OS就出現了 怎麼一間商旅只有2層樓 所以電梯就直上我們住的房間 11樓 到了我們的房間後 同事他們要我開門 因為我個人是一個非常迷信的人 所以開門前 我要做的敲門等等的習俗 我都非常的熟練 敲了敲門講不好意思打擾了 我就跑去沖麻同水 而我住的那間是6人房 看起來是還OK 只是廁所有點小 還有陰暗 化行李放了放 開始整理我們第一天做活動的東西後 開始跟工作人員們討論 開啟了檢討會 開到一半時 天花板突然出現不尋常的聲音 像是有人在上面跑跳 當下我只覺得 隔音也太差了吧 開完檢討會 我唯一的男生 也就是我們的主管 因為有點事情 所以要先回台北 準備第二天活動游泳的東西 變成只有我們11個女生住在那邊 我們分成3間 一間6人 一間4人 一間2人 現在 剛好最流行打卡這種東西吧 剛好上旅有WiFi 順勢就用我機打了一下卡 沒想到路上的朋友看到我住這間飯店 立刻就回我說 你住這間飯店喔 然後我再嘴吻 我朋友一直說的不清不楚 留下一句話說 反正住那邊對你沒有任何的好處啦 當下我聽到這裡 我心就兩一半 覺得這間一定有問題 OK 好毛喔 真的感覺上來了 剛剛都沒有 也因為我白天做活動很累 加上我睡的房是6人房 所以一洗完澡 我至少就忘記了這件事情 跟同事們繼續嘻嘻哈哈 如果我住外面一定會用自己的大毛巾 然後洗完澡 我要把毛巾掛去衣櫥裡面亮的時候 我一打開衣櫥 突然就一股很臭的味道逃出來 也太臭了吧 所以最後我也沒用他們的衣架掛我的大毛巾 而睡前呢 我再度往天花板看了看 我看到了七個灑水系統 我再度覺得好奇怪喔 於是就去研究一下逃生路線 我去看了逃生門之後 心裡發毛 裡面堆了一堆喚醒床單之外 完全沒有燈 又窄又暗 認了一下 我決定去研究另外一個逃生路線 第二個雖然有燈 但也讓人非常的不舒服 於是我衝衝回房間準備睡覺 6人房是3張雙人床 我睡中間的那一張 我們關燈睡覺 大概是半夜2點 一開始呢 我睡得超好 但一切不願回憶的地方 就從我突然間醒來之後開始 突然又感覺有人在左右壓我的床 而且是壓到會陷下去的那種 整個身體開始跟著晃 然後呢 我突然聽到有人在我耳邊說話 說完話後 我整個腳被往床尾抽 我使命的抵抗 但還是覺得我一直被拖下床 從床尾移動 我整個是被嚇到睜開眼睛 到底是做夢還是半動半醒 我也不清楚 但當下我整個人瘋狂的冒冷汗 一不好意思叫醒我旁邊的同事前來陪我 於是只好又硬睡 而這次睡到一半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左腳小腿到腳踝之間 好像有人在抓 而且是越握越緊 越握越緊 我半睡半醒 只覺得好痛好痛好痛 痛到最後我受不了醒來 發現我只有左腳露出被子完美而已 而且露出的部位 就是被抓我覺得很痛的那個部位 這次呢我是真的嚇到 覺得我媽騙我說我八字不清 最後呢我只好說到同事這邊 接著他撐到鬧鐘響起 鬧鐘一響 第一件事是爬起來 把燈全部打開 有的同事覺得我很怪 幹嘛很快就開燈 我才跟他們說我遇到的所有事情 但其他同事都說睡得不錯 有少數的說睡得不是很好 最後在我離開的時候 做了一件事情 把床墊掀開 不過還好 下面是沒有什麼符咒之類的 等到我們離開後呢 我馬上打電話問我朋友 那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才跟我說 漂板有了說過不少關於 這件相侶的事 他問我們住幾樓 說11樓 他們突然一頓 安靜無聲 我心想 媽咧 真的重勞 就一回到台北了 我馬上跟我媽說了 這個怪怪的事 我媽馬上就把我帶去龍山室拜拜 隔天又去陳鴻廟 求了一個平安符 叫我帶在身邊 雖然我稱不上是什麼靈異體質 從小也只有在劍湖山 王子大飯店 遇過大大小小的鬼壓床 但這一次 讓我受到非常大的驚嚇 尤其就發生在鬼月 以後出去外面住 我不敢不帶平安符在身上 對大家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講完之後呢 發現 會有好多事情可以做 我先帶你們來看 第一個我先 我們看這個裡面的衣櫥好了 到底臭不臭 我覺得這個衣櫥蠻香的 廁所方面呢 看那個入住請敲門 跟那個網友 他們也是都沒有發生什麼 奇怪的問題嘛 他大概是找這樣子 唉唷 抱歉的衣櫥 還有他說到了床墊底下 我來看一下 非常的正常 頂上七個灑水設備呢 我也是沒有看到 整間飯店呢 目前我都感覺是 頗正常的 沒有什麼太奇怪的事情 我覺得 可能 讓我會比較好奇的是 所謂整棟商旅呢 只有11、12樓有開放 其他的樓層 開放 到底原因何在 是不是 有什麼不可靠人的秘密呢 我剛剛在拍這個電梯的時候 確實其他的樓層 都有貼了很多不同的公司 但我不曉得 到底是真的是這些公司呢 還是這個網友 胡說八道 這我不得而知 去看看吧 各位大家 我來到這個飯店的電梯口 這裡是11樓 所以我們必須要走這個樓層過去 我等一下下去會回來再找找看 我忘了 我忘了有什麼不一樣 OK 走吧 我過了 大個燈 上面有這個 燈 是那邊空布 都是綠色的 有兩邊可以選 右邊 還是左邊 1077 1022 in here 1001到1007 那我們先選這邊 從1開始 這裡讓我覺得最恐怖的是 誒 房門是開的誒 1001的房門是開的 看一下看一下 有嗎 為什麼 竟然這個1001看看 我還蠻覺得 我覺得還蠻奇怪的誒 為什麼一間飯店 它明明9樓10樓已經沒有開放了 卻還會有棉被 然後有枕頭 門還開開的 而且其實設施也都還算新 這還是真的沒有開放嗎 還是 別有引擎 凹陷的枕頭 這個沖水的椅也是好的誒 所以 我猜 應該是沒有廢棄 石榴應該是好的 就拿一把槍 搜 搜 搜 那邊的 1005的門 也是開的 我們先去那邊看 好 這邊是長的 進去看看 也是一樣的狀況 好我們繼續往這個走廊 神主裡面走 這真的是 廢棄樓層大冒險 1007 大掃的工具 覺得 大家看其實這個 馬桶啊 都還是新鮮的 還有毛巾 看起來是剛用完的痕跡 看它是不是濕的 欸 是濕的 所以這個樓層應該是 可以住的 大家 這個樓層 我覺得 它其實是有人的 就 直接下去 酒樓看看 你看 有蟑螂 現在酒樓比較髒 一進來就看到 有一間是開的 應該是一樣的狀況 差不多 酒樓感覺也是有人的 吃肉酒樓呢 都是有人的 那我們去去巴樓 巴樓草樓 看起來是 放毛巾的地方 還有垃圾 毛巾 倉庫 那我去 這邊看看 看起來是別人的倉庫 不要亂進好了 很有趣的 等一下 對 大家好 為什麼突然回到這個 後續感言 那沒錯 因為我剛到八樓的時候 發生了一點狀況 看一下這個片段 電話響了 在逛 喔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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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到八樓的時候 就突然接到櫃台電話 打給我說 不好意思 我們以下的樓層沒有開放 對 所以我就回去了 雖然我沒有辦法繼續往下探險 但接到這一通電話 它表示什麼呢 其實它就間接地表示了 這個大樓呢 其實都是這個飯店 可以監控管理 你們看它八樓原本貼著 聖地科技嘛 可是打給我的人呢 卻不是聖地科技 卻是那個飯店 而且八樓 對嘛 毛巾跟雜物 就跟那個故事裡面 網友說的狀況 其實是非常相近 所以 更往下的樓層 是不是就像 那陸主請敲門的節目 他們所謂的廢棄恐怖呢 不過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 搞不好其實 這整棟也只是以前是那個公司 然後現在都有這個飯店管理 就只是以下沒有要重新撞 這也說不定 但我看它 它二三四樓也是寫著台灣銀行 要去台灣銀行的朋友吧 搞話你們也會知道 知道的朋友 可以的話就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至於那一天呢 我住起來的感受 我是覺得非常的正常 至少我是沒有遇到任何靈異現象 不過確實 以現在2023年來說 它的飯店環境 整潔方面是有代價錢 我裝潢也是屬於老舊的那種 一般的人如果預算高一點的話 不會選到這邊去 但這邊的價格一碗兩千塊左右 我也是覺得 也還算是蠻合理的啦 那其余的呢 就給大家自己判斷以及探索啦 MEDICLE 那我們今天都市傳說的影片 就跟貓貓這樣一起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的話可以幫我對方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狗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